最困难的时候大概是几月呢 那就是你们是做了哪些努力 让自己的这个生意还是可以维持在 就是还是在继续工作了 因为不是有一段时间 中国是也禁止人家上班或工作 所以你们在最困难的是哪几个月 然后你们是怎么去让自己维持在工作的状态 这个就是我说的对我们的益处 就是起先刚开始就是说 疫情就是大家觉得一两个月就能过去 那么到了两月第三月份的时候觉得 这个有可能没这么快 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思索思考 然后呢我们国内呢 就说很多线上很发达 然后就有很多的课程 在线的课程 然后网上销售就非常火爆 然后那个就是有很多的就是说不在网上销售的 那么类似于我们呢就是 其实我们有网上销售的经验 但是我们是做奢品潮流 就是性价比价格比要高一点的 东西就是说线上相对来说少一点做销售的 那么我们也是积极的去上课 就是我们高层都在家里就是报了很多很多线上的课 嗯 例如啊就是当就是这次疫情突出来的就是抖音 嗯 那快手然后那个淘宝直播 嗯 各个方面的直播就是很活跃 但是你要去尊重要做直播 很多人是一红而上嘛 嗯 但是效果也没有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会去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来把它能做好 所以说我们就是上了很多就是网上的课 就是哎你怎么来做抖音 怎么来做快手 而且怎么来做那个直播 然后那个抖音是做干嘛的 快手是干嘛的 嗯 就是那种的 所以说淘宝的客人 淘宝是最主要是卖什么货 嗯 我们的抖音是对亚先生是做品牌的 啊 那么我们的我们的快手 哎他是他是说三线五线城市那个做量化的 就是走量 那么在这个当中你怎么把这个做好 呃 需要内容还有价值 然后通过各种的方法去通法能够来把这个项目做好 所以说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嗯 所以说这个3月份4月份其实我们非常忙 虽然呃 业绩里没有什么提升 但是我们好像那个在为呃 下半年或者是五六月份在做准备 嗯 所以这是很踏实 呃 也非常充实 是 就是一直在那个好像以前还这个工作 工作的那个还还那个饱满或者是充实 嗯 所以感觉就是在闭关修炼的这种概念是吧 是是是是是是是 好 那那还蛮不错的 我真的在那边要把这个工作业了 我现在看到了 我现在就不在那里了 我现在就会在那里了 那才有什么时间 我现在把这个工作业 我现在把这个工作业 我觉得我现在就会有什么时间